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与13万独立女性一起做更好的自己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题目叫做 男人越爱你就越不理你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张爱玲曾在写给湖南城的信上说道 遇到你 我变得很低很低 低到尘埃里 但我心里是喜欢的 从尘埃里开树花来 确实面对爱情 我们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自卑情节 觉得自己不够优秀 配不上心仪的那个她 以至于在看到对方的时候 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以前会错以为 这是专属于小女生的心情 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后 才发现男生也会如此 甚至还会出现 越喜欢一个人 越不理对方的掩饰之举 但往往就是这种羞于启齿 害怕被无视 被辜负 被伤害的小心思 会让我们在最好的年纪 轻易错过最爱的人 当初看请回答1988的时候 最让我一难评的是 郑焕和德善 还好现实生活中 两人走到了一起 也算是圆了一票巨粉的心愿 郑焕总是默默地付出 早上为了等她上学 在大门口假装系好几遍鞋带 公交车上怕她被人吵挤到 用手臂撑起一片天地 担心她从学习室回来太晚 总会熬夜 等到她进门才去睡觉 生活中的很多细节 都体现在郑焕对德善的喜欢 但她从未将这份喜欢宣之欲口 纵观全剧 德善不是没有给过郑焕机会 而是她自己没有把握住 就像郑焕自己说的那样 搞怪的不是红绿灯 不是时机 而是我数不清的犹豫 喜欢一个人 如果总是犹豫 不勇于去表达 最后的结果就是 爆汗终身 爱情永远都不会停留在原地 有些人一旦错过 就是一生 再者说 我们捧着一颗炙热而真诚的心 喜欢那个人 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表白的话成功的几率一半一半 但若是不说 对方永远不会知道 而我们也就永远都不可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为了喜欢的人 即便有一万个后退的念头 也要生出一万零一次减进的勇气 在感情里 唯有主动出击 才能抓住幸福的机会 莫等青丝变白发 再去后悔 如果当初勇敢一些 我们的结局是否会不一样 我们都听过赛林格的那句话 爱是想触碰又收回的手 但很少有人知道 他还说过这么一句话 在一个当男孩遇上女孩的故事里 总是该男孩主动出击的 几个月前 安仔终于鼓起勇气和女神雅婷告白 最终道德美人归 安仔喜欢雅婷 是朋友圈中众所周知的秘密 都说喜欢一个人 即使捂住嘴巴 也会从眼睛里冒出来 这话一点没错 安仔看向雅婷的眼神中满藏爱意 他们之间的小互动 也一直都让我们以为好事将近 但一年过去了 愣是没有人主动戳破这层窗户纸 每次朋友聚会 大家都会窜着安仔 找机会表白 但他总是说 再等等 等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等自己有足够的资本 等自己能配得上雅婷 当我们知道安仔表白成功后 还打去他 这次怎么突然有了勇气 安仔难得真挚了一番 疫情在家待着的这段时间 让我明白了许多事 也让我清楚地知道 自己有多爱他 事实无常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如果我不幸发生了意外 都没能告诉雅婷我喜欢他 那我该多遗憾啊 确实 开年到现在 发生了很多让人心痛的事 不管是新冠疫情 还是凉山大火 抑或是前几天 操灌车爆炸事件 都在告诉我们 余生很短 别让遗憾太长 要懂得珍惜身边人 梦里想见的人 醒来一定要聚见 喜欢的人一定要勇敢地告诉他 唯有在爱里勇敢的人 才会更接近幸福 网上有人问 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高赞评论道 不是爱而不得 而是我明明就站在你面前 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越喜欢一个人 越不理他 也许就会酿成 此生最大的遗憾 可能是因为太爱 而发自内心想退缩 但你不去试一下 怎么就知道 没有机会 说不定你喜欢的人 恰好也喜欢你呢 所以啊 遇到喜欢的人 一定要鼓足勇气 表达出自己的真心 唯有当你在爱情里 开始学着主动 才能更容易 获得想要的幸福 愿所有人 都能大声说出爱 余生不长 千万不要让喜欢 变成未说出口的遗憾 本期文章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守候 如果觉得文章不错的话 先给阿豪点个赞吧 也欢迎关注阿豪 在脸书的主页 期待于您在脸书相遇 每篇播放列表 可以听到阿豪的声音 有更多想要阿豪 讨论讲解的情感问题 欢迎在评论留言告诉我们 不知不觉 陪伴大家快两年了 很多朋友在每篇的陪伴下 成为了越来越优秀的人 还有很多新来的朋友 欢迎你们的到来 如果你觉得现在走的道路 很艰难很难走 那你一定是在走上坡路 每篇每天为你推送新文章 希望你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